16日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实体清单的 包括中共军事医学科学院 及其旗下的11家研究所 商务部表示 中共利用生物技术 支持军事目的和侵犯人权的行为 证据显示 其项目还包括所谓的大脑控制武器 违背了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利益 这让中共政府显为人知的脑控研究 再度浮上台面 也进阶获得证实 据资料显示 中共当局对脑控技术的研究 最少长达20多年 军方 科研部门等单位都有参与 近年来 越来越多中国民众实名披露 自己是脑控实验的受害人 每天24小时被炉内传音等手段骚扰 身心遭受极大的伤害 早在2012年 中共军事医学科学院一篇论文中 就详细介绍了意识控制武器 文中还称 意识控制首先要选定特定人群 然后通过行为学分析 建立起行为数据库 以开展武器伤害和医学防护研究 2015年 中国脑计划被列为 事关我国未来发展的 重大科技项目之一 2016年 脑科学与内脑研究 被135规划更要 确定为重大科技创新项目 和工程之一 2017年初 脑科学与内脑研究 被作为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 已启动的试点之一 进入编制项目实施方案阶段 那人脑信息数据库从何而来 全国人大代表 复旦大学脑科学研究院院长马兰 2017年谈到中国的脑计划 曾提到 中国人口众多 未展开脑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近年来 全国各地出现大量自称是脑控受害者的民众 其中不少人是从炉内传音被告知已经被脑控 例如来自浙江省台州市的徐超 2020年时就控诉自己被脑控长达12年 不但无法工作 连正常生活都困难 他开始上网查阅大量的资料 才惊奇地发现 全国跟他一样的受害者成千上万 所经历的东西都是差不多的 第一 他们的脑中能够接受到语音 24小时对他们进行羞辱 谩骂 或者是发送自残的指令 第二 被强制输入悲伤 恐惧 绝望的情绪 第三 会莫名地反复回忆自己做过的错事 丑事 第四 被迫陷入负面的人工梦境 第五 肌肉莫名抽动 无法集中注意力 无方向感 常感到胸部发闷 胀痛 听到缠鸣 电交流声的噪音 但由于中共对精密实验的掩盖 加上所有的感受 只发生在受害人身上 造成周围的人无法理解 甚至误认为他们精神出现问题 所以多数的受害者都是孤立无助 徐超告诉大纪元 脑控是国家行为 也就是由中共政府所主导的 受害者的遭遇非常悲惨 这一次美国的制裁 也让中共政府对人民残忍的脑控研究 正式地被外界所认识